開動欄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謝謝你們 來玩我們的天地解悠成再臨 那上一期我們講了單一嘛 那單一還不錯用 搭配冰璃的話很多副本你可能就可以直接壓過去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今天的狀況吧 連脈光源我原本大概是40位階 大概是40位階左右啦 大部分都40位階 那我今天用單一跟冰璃的話就直接壓過去世俗位階 說實在的就是即便是我被雷之靈脈克 因為我是冰屬性嘛 冰被雷克紅綠黃嘛 紅綠藍嘛 那有冰璃在還有單一在的話還是很強 還是不怕這個boss 而且雷之靈脈是會補血的 他的那個地脈是可以回血的 全體回血 所以打起來是蠻輕鬆的 即便我冰璃被剋 那我的組合還是我之前那幾隻嘛就 呃 位置倆用那個戰陣嘛 15%嘛然後他有那個小蜘蛛 可以當個肉盾 然後單一的話是小殭屍嘛 小殭屍也可以當個肉盾 吸收火力 然後鐵位就保護你的奶媽 不要讓奶媽死掉 躲遠一點 然後就buff上給冰璃之後就直接冰璃單挑boss 這樣就會過了 我都是這樣打的啦剛剛45位階全部都是這樣過的 好沒什麼壓力 好那大概是這樣吧 待會來打打看 看情況 看時間 時間允許的話就來打一場 50位階的 言之你賣看看 看看能不能過 試試看 因為我還沒打過 那今天先來講一下 下午 莫子道 好莫子道 4月15號開已經開兩天了然後5月5號 時間上的話還夠 還夠 大約開20天嘛就三週 那 莫子道的話我就講給一些 未來的人聽吧 未來的人 因為這是陸服嘛 未來有一天如果台服出的話也許有人要查資料就會看到這個影片 他不知道莫子道在玩什麼 他可以先看 我把我知道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莫子道也是分劇情跟挑戰 劇情關卡很簡單啦 他也是有日期外開 外傳的話要4月19才開 這邊的話基本上 沒有難度因為都用那個內建的角色 就故事的角色 基本上是故事角色 所以這個都沒什麼難度 那這邊是挑戰任務嘛 挑戰任務的話就是你要打這個大蜘蛛的時候 那你就要去依序完成他的要求 他要求什麼就用什麼 那每天就解一點點吧 那因為我們每天只能打兩次大蜘蛛吧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不然你都沒有 沒有解的話到時候解不完 可能就解不完 那每天擊敗大蜘蛛會有一個每日任務這邊 擊敗一次機關蜘蛛嗎 那你就能拿到一個積分 應該是打敗他就拿到一個積分啦 那7天的話就正常7天就拿到了 所以這個是白給的 好這些皮膚 然後還有這個 靈魂石也是白給的 然後這個 獅子印 我只有兩積分原因是我第一天沒打 第一天晚上就跳過了吧 應該是沒打吧 有點忘了 那好 挑戰任務大概是這樣 那挑戰的同時可以獲得積分 積分是 要看那個最高積分的那一次 他不是累積的 那積分怎麼算我待會會講 這邊的話也是拿到這些獎勵啦 時裝卷 哇這邊有充時裝卷喔 好酷喔 然後這是頭像框嘛 頭像框我就覺得還好 太玄石我沒有 我對於頭像框沒有什麼強烈的要 強烈的需求 我覺得那種東西對我來說好像 有跟沒有差不多吧 時裝的話還OK啦 有的話就用 好 首先我們挑戰這邊就是 這個 就是我們蜘蛛你要安裝他的核心 核心的話就是他的等級 比如說我把它卸下來 這個是核心然後這是他的三個技能 那你要裝核心的話這邊有30等的 30等的 可以裝兩個 兩個技能 40等三個技能 50 55都是三個技能 那這邊的話大概率是60等吧 我完成外傳這邊是55等嘛 那這邊是60等吧 好然後 有了核心和技能之後我們大家知道了嘛 比如說我現在安裝30等的 好替換一下 然後這邊可以裝 你要讓這個大蜘蛛 這個機關蜘蛛使用什麼技能 這位會召喚蜘蛛 看你就會哪個比較好應付 你就用他 不好應付的就不要用 好 然後這邊就有那個最高得分的 譬如說你完成最高得分的話你只能拿到2025 那怎麼算 怎麼算 這邊有金單號 好這邊是遊戲的說明啦 劇情我剛說過了嘛 輕鬆網都會過 輕鬆網都會過 那挑戰的話就是你要 裝置那個核心跟部件 核心就是蜘蛛的等級 部件就是蜘蛛的技能 好 那積分規則比較重要 譬如說我現在是裝 裝置這個蜘蛛 30等的 那我這個核心分數就固定會有500 打敗他 然後裝了兩個技能 你一個技能就100 那第二個技能裝上去就變500 所以這邊是550 那再來就是擊殺回合 假設我在第2回合 第一回合就擊殺他的話那就是 600加 525嘛 就 125 625 然後如果全部存活的話就是 再多個500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 更正一下是1100嘛 然後 1000 然後這邊525嘛 1525嘛 然後再加這個500 所以是2025 就符合這個最高分的 計算 大概是這樣 你擊殺回合數越後面 你的分數就越低 然後你死掉的角色越多 分數越越低 那上面這個等級跟這個 技能是固定的 分數是固定的 好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拿到這個13000 假設你有能力的人 那應該超強 應該超強的人 我是辦不到 我覺得我40等就有點辛苦 我今天是打40等 我覺得有點小辛苦 那如果你要拿到這個13000的話 全拿的話 我們來算一下 13000嘛 那肯定是要打那個 60等的 60等 這邊3600嘛 然後三個禁忍全裝的話 再加6000 所以是 9600 我們稍微算一下 假設滿分的話 9600嘛 然後急殺 如果第一回合就急殺是2450嘛 當然不可能 我們先假設一下 這樣就 12000 然後假設全部存活的話 是 再加1400 這樣就 13450分 也就是說 我們有450分可以容錯 如果你沒有辦個角色死掉 死掉的話 450分嘛 那就是說 2000分 急殺要在2000分嘛 或者是說 你可以陣亡一個 你可以有450分的容錯 就是在急殺回合數這邊 這邊是2450嘛 所以說你至少要在6回合 6回合幹掉他 這個是不是寫錯啦 也沒錯啊 因為他 少一回合就少10分嘛 那第7回合突然就變成1920 有點尷尬 掉太快 掉太快 所以你一定得在 6回合以前幹掉他 7回合就沒機會 完全沒機會 他這邊可以陣亡一個人 陣亡一個人應該也沒機會 陣亡一個人就少 變成說你陣亡一個人這邊 我看一下喔 6回合是少50分嘛 那也就是可以再少400分 可以陣亡一個人 好可以陣亡一個人 好就6回合陣亡一個人 可以拿到1萬3以上 好你們自己加總一下 大概是這樣 莫辭道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說每天只能打2次嘛 這邊有 那2次的話你就盡量 完成一下這些任務吧 看能不能完成啦 說實在這些獎勵 我現在看起來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紅光嘛 紅光 然後這是絕品的那個 60顆可以合成一個絕品的魂石嘛 也還好啊 1 2 3這樣才1個嘛 然後這個 銅錢也還好啊 那 這個十字晶就看你在不在意啊 就加減做嘛 你看這邊在場上存活兩隻蜘蛛嘛 也就是說待會你就用那個技能 把那個小蜘蛛讓他叫出來 然後就存活兩隻的時候再打敗他 打敗他就可以了 就是想辦法踹一下 把這些挑戰任務給解解 你想解就是解解 像這個也很簡單啦 兩回合擊敗不裝配任何部件的機關蜘蛛 你就用30等的就好了 直接把他秒殺2 就可以過了 不然我來打一下好了 我來打這個 加減打一下 他說我們來看一下他說什麼 他說 兩回合人類嘛 然後不裝任何部件嘛 把他拿下來 然後 出擊 好就這樣 直接上buff 就我說的嘛那個 冰璃上buff之後 還蠻猛的 然後我們這個再來個猛阻令怎麼樣 猛阻令也是3回合 那你看喔我這邊 傷害加10% 然後這邊物攻法攻再加20% 然後那個 他的那個天賦 這邊 活血創命這邊 可以再加 幾億 幾億的話 好像是20%啦 我們就這樣走過來 打下去 這很跨很跨很跨 兩回合一定可以幹掉啦 直接派小蜘蛛 你看喔我是冰璃是 藍屬性的 其實是沒有克這個綠屬性的 對吧 但是這個冰璃真的是 超規格啦超規格 一回我就幹掉 因為他打我 他打我被我先攻 好 這邊有 戰鬥計算嘛 這邊只有500分 然後裝置沒有 我覺得30體力有點貴 有點貴 那這個 這個積分有沒有 就等你戰力夠的時候才挑戰 平時就還好 因為你戰力不夠一定會卡住 反正還有 十幾天嘛 好完成了 我覺得最好是找說 這些任務可以同時解的 你就盡量挑任務可以同時解的 這樣解起來比較快 好像不行啊有的都分開啦有沒有 裝配的那個武器都不太一樣 這邊都是裝的那個 部件不太一樣 我覺得就解個魂光吧 100 100 200 300 解一解 先把一些你覺得有價值的 先解一解 好大概是這樣吧 那我下一期再挑戰那個 創命之間吧 OK那過了換日線了 現在時間是4月18號 12點多 我想說今天早點錄 早點錄 你賣光淵馬對不對 下一期來打打看 炎之靈賣 50位接的也是靠兵你應該可以輕鬆過吧 屬性克制馬 沒辦法我現在沒有火屬性強角 我可能過一陣子會來抽一下 對啊 抽一下這個一般卡池吧 因為我應該可能會想要抽這個吧 這個 疑地 風靈聲都加疑地嘛 夏侯儀 三盒子我待會來弄 好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主要就講了那個莫子道的一些玩法啦 我要怎麼算積分 他的理論大概是怎樣的 怎麼走 那又 演示一下 丹茵真的是有點厲害啊 配上冰璃的話 很多原本你卡關的副本就比較容易過了 那我現在的排名是 3100 我們伺服器比較前面 玩的人比較多 丹茵的話應該就沒有人搶了吧 我應該沒什麼人搶 我還掉下來了 他抽的人比較多吧 有練上去 我沒練啦 我沒練 我真的都還沒練 好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囉 我是HU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還有一期再見 我們可以試穿 慶祝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你們我們下期再見